这是唱最好的 对吧 李宇春会不会唱歌 一定不会唱歌 就是这样 眼前这令李宇春颜面扫地的一幕 出自杨坤的某次采访 彼时当被问到有关超女冠军的看法时 杨坤放话自己看不上李宇春 还直言全国观众都认为李宇春得不配 两人之所以有这般深仇大恨 还要回溯到2005年的超级女生 彼时李宇春凭借独特的中性风格跟富有雌性的嗓音 被粉丝摁着九宫格手机 以352万票的惊人数量保送成冠军 但作为专业音乐人的杨坤 却对这种胜利吃之以下 反倒更加欣赏外表实力都强劲的张亮 因此对比赛结果十分不满 只是杨坤却没想到 超级女生只是李宇春的一个跳板 往后十年时间她迅速成长 甚至在国际上闯出了一条道路 在十年后达到杨坤都要仰望的高度 2017年杨坤作为选手录制《天籁之战》 而主考官却是她最不看好的李宇春 就当外界以为李宇春汇报丝绸时 面对唱功优越尊重他人的目 他却将手中唯一的票给了杨坤 因为坤哥在我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man非常 女汉 对这样的一种形象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他会唱这个青春修炼手册 所以今天这段表演 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和惊喜 应该会会更大一些 我想我会把这个票数投给这一子 也正是这个举动让杨坤重新认识了李宇春 两人从冤家变成朋友 杨坤后来还改编了李宇春的《下个路》法件 并且登台演唱以表新颖 拿下歌手舞台上的同期第一 而当记者问起为何翻唱李宇春的歌曲时 杨坤的态度与之前截然相反 直言是因为李宇春的歌好听 从开始的批评到后来的夸赞 杨坤能有如此大的转变 完全是因为李宇春这些年一直在进步 出道多年却先有绯闻传出 对音乐的执着和对事业的热爱 让他多次荣登中国最高权威媒体的舞台 当其他歌手都用情歌来换取流量时 李宇春用中国风歌曲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 不得不说李宇春是个乐坛的传奇人物 也是娱乐圈的奇迹 希望李宇春在未来的日子里 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